作词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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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低空烂的没有道理 有太多美好追寻 眼睛的自己又无限千里 要变得更加美丽 只是画起轻眼可知 只穿灿烂的自信更加美丽 我要开开心想梦里 能给描绘未来同行 摩天大沙地 也绝不能迷失自己 也每一天都美丽丽丽 保持好心情 不同的空间 走路坚持做背景 沐浴醉眼浓的憧憬 迎来新的情侣 面对暴风雨 也要微笑得很熟虑 要做好的自己 搭配梦想继续前行 有处的灵魂 记得有更漂亮的梦境 就像咱们每天都爱 hum 你won new 恭喜你啊 三个月的努力没有白费 删涂一下吧 删涂一下 干杯 口感不错 我早就说过了 DKK我志在彼得 什么DKK啊 我说的是我 三个月的时间 你终于追到我了 恭喜你啊 明明是你向我表白的 你是不是年纪大了 工作压力又大 所以记忆力减退了 如果不是因为我去英国 跟DKK谈判的话 我又怎么可能会遇见你呢 会想起来 人生的安排真的是很奇妙 那你说说 你见到我的第一印象 是怎么样的 真的想知道吗 嗯 说嘛说嘛 我保证不生气 刁门任性大小姐 不可理喻美少女 就 就没有那种 敬为天人 一见钟情的感觉吗 一见钟情 没有 没有 两眼冒火 有 你知道吗 那天为了帮你拦小偷 我差点耽误了会议 你当时是赶着去会议啊 那你怎么不早点和我说清楚呢 没必要说啊 当然有必要 就一个抓小偷这件小事 我都误会你很久呢 说不定你们公司的员工啊 对你误解更深呢 他们说什么 他们说 我只关心工作 我的利润最重要 所以我 全部的东西都是为了利润 我没有人情味 那如果是这些的话 我没什么好误会的 可是你不是这样的人啊 那不是真正的你 你有很多优点 也有很多 特别好的品质 难道你就不能 稍微敞开一点点心扉 让他们认识了解 真正的你吗 其实我不需要 让人都认识我 也不需要让人理解我 我是一个老板 我只需要确认我的工作 我的公司 我的企业 发展得好 这样就好了 所以我不需要 我的员工来理解我 你还记得我那天想说 但没有说完的话吗 你爸爸跟你说了什么 我爸爸常常对我说 要用心做事 用情做人 用心做事 用情做人 我知道你不喜欢 对别人 表达自己的情感 但是 其实只要你 稍微关心一下你的员工 让他们感受到 被认可 被重视 那易能够的凝聚脸 一定会更好的 你为什么要笑啊 你是不是要嘲笑我 不懂装懂啊 我真的非常郑重地告诉你 我可是著名企业家的女儿 我曾经可是跟 神经病 你猜神经病呢 什么 我以后再给你提前 我就是猪 好啊 你变成猪啊 我想看你变成什么样子的猪 不理你了 不理我 嗯 好好好 好好好 那等你变成猪哦 不想理你 好了 你刚刚说的话 我会好好考虑考虑 来 幼稚 跟我吃 嗯 小辰 中秋节是不是快到了 嗯 是啊 我们以前公司都怎么过中秋节的 一线部门值班 二线部门支援一下 三线部门支援二线 怎么 严总 您今年有什么新的安排吗 那以前中秋节我们有什么福利吗 有三百块钱的过节费 每年中秋过节的时候 打到员工的工资卡里 嗯 今年公司的业绩还不错 我觉得我们应该增加一下福利 那不错啊 我听说 很多公司过节都会翻月饼 要不咱今年 也给大家每人翻两盒 这多有过节的气氛啊 月饼这种食品 高油高糖 包装还特别浪费 其实不健康 也不环保 这不就是过节的传统吗 我知道了 我们按照每人两盒月饼的标准 来折成现金 再加上原本的过节费 打进大家的工资卡 那 您准备怎么说这笔钱呢 说是月饼费 可以啊 告诉财务 加一条备注 月饼 高油高糖 希望大家健康饮食 防止大家高血糖和高血脂 重点是 要体现公司的人文关怀嘛 好 这严人怎么真把工资条这么写呀 那他秘书跟这个财务也都照办了 能不照办吗 他们公司上到副总 下到保佳阿姨 谁都知道 严老板的意愿不可违背 这严总真是有态度的人 不过他对这个月饼是多有意见呀 他简直是太无趣了 他真的是我见过最没有情调的人 没有之一 这当时有趣的人你不找 这无趣的人是你自己选择的好吧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我是说 你说这同样都是老板 怎么就差距这么大呢 人家里明彻多会做人啊 这严厉正好相反 做了事花了钱还不落好 这你得启发启发人家是不是 不是啊 上次和你提议的 员工生日就发蛋糕 你考虑怎么样了 生日蛋糕啊 我不是已经把福利都发给员工了吗 然后月饼的费也打进大家的工资卡里了 你可别提那个月饼费的事了 我说你就不能把这个福利发得更加温馨一点 更加人性化一点吗 这样才能让员工感受到老板是关心他们的呀 如果我是真的关心员工的话 我就会建议他们不要常吃蛋糕 你知不知道这些蛋糕为了漂亮 是用植物奶油做的 植物奶油怎么得罪你了 植物的难道不是很健康吗 你看 你也是被植物这两个字给骗了 你知不知道植物奶油 其实是人工奶油 那偶尔吃一次应该也没什么问题吧 是不是这个世界上所有浪漫的东西都跟你有仇啊 我估计所有发蛋糕公司的老板 都没有考虑到奶油的问题 只有你这个目的 嗯 嗯 不是啦 只有你这个体贴入微的老板才会考虑到 这样不就更加显得你英明神武 显得你关心他们吗 对不对 你这样说 我倒是可以考虑考虑 嗯 嘿嘿 看在你今天表现这么好的份上 帮我打个戏吧 哎呀 来嘛 很简单的 嗯 你看 我们打这三个人 哎 我有一把小伞 花钱买的 看吧 哎 高小姐 小晨 你要干嘛去啊 我去城南蛋糕店处理一下这些券 发蛋糕券也就算了 干嘛非要大老远跑到城南去自提啊 啊 颜总说了 这店虽然远 但是用的都是动物奶油 啊 没事 你放心 我们都已经处理好了 准备找一天派两个人 开车去把大家的券全都领了 那也不可能大家都是同一天生日啊 没有没有 颜总想得可周到了 他说这些券还可以换成面包 领回来大家慢慢吃 哎呀 这个眼里啊 简直是没情绪到极致了 颜总这个人嘛 就是个实用主义者 所以很多事情 他都是从实用的角度触发的 我知道 你是想要改善大家和颜总之间的关系 可是颜总在这方面 还是需要点启发 而且还得顾及他的面子 看来我是得想想别的方式了 哎 对了 你们公司不是刚拿下DKK的代理权吗 怎么又办一个庆祝会庆祝一下呀 庆祝会 我们从来没办过呀 你直接联系你们公司的人资部门 让他们安排一下就好了 可是人资部门平时都忙着 开除招聘业绩考核什么的 他们也没这方面经验啊 别说庆功会了 我们公司连年会都不开 颜总说了 这是形式主义 是个陋习 这个人啊 其实庆功会 无非就是增加同事之间的了解 和拉近跟领导的距离的 比如说每个部门出个节目什么的 主要就是沟通沟通感情嘛 没有必要上纲上线的 那 颜总能同意吗 放心吧 严厉交给我 我来搞定他好吧 你们呀 不要把他想得太可怕 也不要把这件事情想得太复杂 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变换会嘛 对吧 行吧 那我先去安排安排 有什么不懂的我再来问你 跟大家商量个事 咱们公司最近准备开一个庆功会 什么意思 不会是不想发奖金了吧 不会吧 难道连补贴都没有了 没有没有 你们想到哪儿去了 奖金照发 奖金照发 这还要每个部门出个节目啊 这出什么节目呀 咱们招人的时候 也没有说要带特长啊 谁说了 这颜总不是最讨厌不务正业的人 对啊 我们部门没有节目 万一把颜总给开恶心了 给开除了怎么办 这三个月的硬指标都扛下来了 就因为唱歌跑掉 给开除了 那多远啊 对 对啊 这可绝对就算不行了 你们都把颜总想成什么了 不至于变态到这种程度吧 哎呦 那谁敢保证啊 对啊 这种事没有先例 谁也不敢保证 谁不被开除 对不对啊 对啊 对啊 要不也别费劲了 干脆啊 让他上台讲讲话 我们在下面 喊喊口号 鼓掌得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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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是那样的话 不就是等于开会的时候 顺便聚个餐嘛 那不也挺好的 挺好的 挺好的 平时开会的时候 谁敢吃东西啊 对 以前有个人 就因为开会嚼口香糖 被开除了 啥 多远啊 哎呦 我看这个鱼吧 真的是 救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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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高小姐 不好意思打扰了 我还得再问问你 哪有 救你去吧 可以啊 我想大家都清楚 我不太喜欢集体活动 但是今天 是个非常值得庆祝的日子 因为我们亦能够 终于取得到 DKK全国代理权 我要感谢大家的努力 没有你们的辛苦 没有你们的心血 没有你们牺牲你们的时间 你就没有意能够 谢谢大家 好 接下来要我们有请颜总 为今年我们的优秀员工颁奖 掌声有请十二位优秀员工 登上舞台 谢谢 祝贺你 接下来 继续努力 我一定会努力的 谢谢颜总 我可荣幸能得到这个奖 继续努力 你看看这严肃紧张的气氛 大家都一门开会做检塔的样子 如果是这样的话 待会儿谁敢上去表演 咱们这几天 估计都白帮我了 谢谢颜总 谢谢颜总 我可荣幸能得到这个奖 这个气氛 是有点过于严肃了 得想办法浑渊一下 是 好的 再一次让我们把掌声 送给十二位优秀员工 有请我们十二位优秀员工 入座 接下来是员工们精心准备的表演 请颜总排下观赏 排下 高小姐 谢谢 谢谢 颜总 可不可以等一下呀 当然 为了今天的庆功会 我知道各部门都精心准备了节目 我想 先让颜总给我们表演个节目好不好 我 颜总 柳子 责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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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来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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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在大家的眼里呢 严总是个严肃刻板的领导 其实他只是一个 不会表达情感的人 所以呢 严总是非常需要 你们的鼓励和支持的 那么 我决定由我和严总 一起为大家来表演 严总呢 负责弹琴伴奏 而我呢 就现场为大家唱歌啦 好 好 真的不行 太多人了 好 你可以得相信自己啊 而且 有我陪着你了 放心吧 加油 快点啊 你能不能快等着你 师爹 走啊 别让大家等太久了 唱吧 那 我们就为大家唱 我只在乎你吧 我看到家里有这个钢琴 打钢琴啊 好 是 摇见 让我们回家 打钢琴啦 через一个 后来 언니 叫她 冯儿igor 太棒了 严总钢琴弹得真不错 是啊 如果没有遇见你 我将会住在哪里 日子过得怎么样 日子过得怎么样 高小姐还真是实在人啊 你说现宠啊 真现宠 是啊 真实在的人 你确实不错了 不知道会不会 谢谢 也有爱情甜如蜜 任时光匆匆流去 我只在乎你 心甘情勇感染你的情形 一生之后 人都可爱你情形 人长得这么帅 事业也这么帅 这唱歌也这么溜溜溜 是啊 还给不给人活路 我是不是出现幻觉了 别让我离开停 除了你我不能感到 你自己的心甘情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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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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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 我想说他们的配合 天衣无缝 为什么呢 因为 我闻到了一股恋爱的味道 你们呢 亲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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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前两位台下休息 让我们感受到了最为热烈的爱情之后 接下来会有另外一群人带给我们惊喜 他们的名字叫做快递小哥 是他们奔跑在前线 在风雨中穿梭 传递着人们的期待与喜悦 而今天 我们快递部的小哥哥们 已经做好了准备 在此时此刻让我们现场 以最为隆重的掌声 有请他们 谢谢你们 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春天 那时的我还没见去长发 没有信用卡也没有它 没有二十四小时热睡的家 可我觉得一切没那么糟 虽然我只有对爱的幻想 在精神在夜晚在空中 唱着那无人温情的歌谣 也许有一天 也许有一天 我都无所影 请把我留在 在那时光里 如果有一天 我悄悄地去 我悄然离去 请把我买在 在这春天里 这春天里 会透明 required 所以我们就会 还记得 当时我们会 不过 今天晚上 我们的 我们的 等你经过地狱般的折磨以后 你就会发现 你可以锻炼出创造天堂的能力 当你在拥有下一个目标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你的不甘心 会成为你最大的动力 下一个目标 你今天这个口红颜色超好看 超适合你啊 是吗 就是上次你推荐我的那个 有演过 对了 这个口红颜色也超适合你 是我新买的 送给你吧 谢谢 高小姐 你人真好 别客气 那我去找颜丽了 好 拜拜 拜拜 各位 各位好 好 大家安静一下 怎么了 我知道一直以来 大家都非常辛苦 所以呢 可以带来一种解压方式 就是今天 我准备教大家跳一支舞 啊 这你真的啊 看起来很像啊 对啊 我工作还还不成 上上上 好 听听听啊 来来来来 来来来 来来来来 来来来 看起来 来来来 看起来 来来来 看起来来来 来来来 看起来来来 艳南姐为颜丽设计了颜黄系列 我还要为她 而我要为她 规划一种全新的生物 也希望你们 不要再被她的冰块脸吓到 你们会看到她内心的善良 和担当 感谢艳南姐 感谢艳南姐 让我明白 爱一个人就要互相帮助 一起成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哎 你的公司你 我印象中你不是一个 会轻易受影响的人 看来谭林尔让你脱胎坏 没这么严重吧 一程不变那么久 偶尔有点小改变 也没什么不好 想改变 你连穿衣风格都不一样了 爱情的影响力也真不像 不需要见顾客的时候 穿休闲服 比穿西装舒服啊 然后你看 在公司的气氛 轻松了那么多 这不是蛮好的吗 生活中最困难的 就是认识自己 从机械应对生活之中跳出来 才会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要不要一起跳 跳一下 你不要再跳了 真的很不适合你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 爸 您怎么回来了 不是说跟妈在意大利多玩几天的吧 听说DKK的代理权交给易能够了 您就是因为这个回来的 我认识很多一代企业家都是创业狂 明明到了该交班的年纪了 就是不肯放权 对自己儿子各种不放心 你还记得我对你说过 我不想成为那样的人 我记得 所以在我一接手公司了之后 您跟妈就去旅行了吗 嗯 过度干预那是传承的大忌 要交权那就得彻底的交出去 甚至要允许你犯错 所以我可是从来没有干涉过你的任何决定 不过我自己心里也清楚啊 因为我跟你交班的时候 正是我们这个行业走下坡路的时候 你说我没有一点担心 那是不可能的 爸 那我就不跟您绕完子了 您觉得在DKK这件事情上 我到底哪犯了错 第一 我觉得 你和易能够拼销售 这个做法就不太明智了 在大环境没有办法改变的情况下 不能光靠理想主义去办事 如果我是你 我当初就不会接受全盘代理 我会跟DKK提出 我们只要代理他线下实体店的代理权 这样我们的迎面就会很大 还有呢 第二 我觉得 你的艺术改造浪费了太多的精力 其实一开始我就不看好这个什么艺术改造 我们办百货公司啊 就是让客户来买商品 这些华而不识的东西啊 不会有什么实际效果的 还是那句话 你得更脚踏实地一些 爸 我没有不脚踏实地 现在这个时代 已经是海陆空全面发展的时代 眼睛光看着陆地是不行的 这就像一个国家 如果它失去了制空权跟制海权 那这个国家早晚是要完蛋的 我之所以要争取全面代理 是因为我想建立一个属于我自己的线上平台 这正是我要回来的原因哪 如果你坚持要做这些 后面我就不会再支持你了 为什么 我为什么不能坚持我的想法 你的这些想法太不切实际 影响了陈明百货公司的正常营业 对 我还听说 你为了这个艺术改造 还挤走了十几家商务 那是我们一年的租金和营业额呀 爸 现在年轻人对于消费观有着不同的看法 他们在各个方面都有着不同的需求 而艺术改造正是满足他们这些需求 您不能总用您老的眼光来看新的市场 我的理念是希望他们来我这儿可以玩得开心 又可以在我这儿买到他们喜欢的东西 这还可以扩大我们跟竞争对手之间的区别 甚至建立我们自己的堡垒啊爸 我本人根本就不认同什么只要玩得高兴 就可以随便消费的这种理念 既然你那么坚持 我们不妨再观察一段时间 可是我丑话说在前头 如果一直没有效果 甚至影响我们的销售 你的什么艺术区啊 互动区啊 通通拆除 之前撤走的店再给我开回来 你放心吧 很快你就会看到效果的 至于你说的这个电商平台 这个事情恐怕没有任何商量余地 这又是为什么 因为我们不擅长这个领域 你不能盲目地把摊子越做越大 这样我们的包袱会很重 说不定我们的臣民百货都会被拖累下去 我想法正好跟您想法 我们传统百货业如果想要继续做大做强 我们就必须要线上线下同时发展 爸 这几次跟一能够交手 我屡战屡卖吃了不少亏 在这点上 我更是体会深刻 好吧 你有你的道理我有我的观念 既然我们谁也说服不了谁 不如直接点谈一个关键的问题 您是在担心我的启动资金吗 不错 你要建立自己的平台 那需要投入巨额的资金 你有钱吗 我既然阻止不了你 那你也不能要求我必须要支持你 所以我不会投一分钱 同时 我还不会动用我的任何关系和渠道 给你融资 如果你觉得说服别人 比说服你自己的老爸更容易的话 你可以去试试 您放心 我一定会找到投资的 您慢用 请进 reviewing 你 牛奶 哪 您 哪 哪 你 air 应该认识 护匿 我 这 我不会 但是 你怎么不愧呢 还有时间来艺能够做早操 顺便嘛 我刚刚来的时候 看大家工作都很辛苦 所以就带他们放松压力 后来看你们在聊事情 就没打扰了 我们也没聊什么工作的事 就是在闲聊而已 我们在聊他以前喜欢的一个乐队 他还有喜欢的乐队啊 什么乐队 你不知道啊 他人喜欢一个乐队叫黑音乐队啊 我说他这个人啊 就是这么念旧 都过了这么多年了 手机里面还是只有那几首歌 怎么 他没跟你分享过啊 刚刚我们还在聊呢 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 最希望的就是可以到现场 听一次他的影唱会 只可惜 当时我们的经济 都还不允许我们这么做 那你先忙吧 都解散了 哎哟 这爱看什么演唱会啊 都解散了 嗯 昔日黑音主创歌迷见面会 居然会有这么巧的事情啊 居然就是严厉生日那天 哎呀真是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 天主我也 天主我也 想不要 要在这儿呢 大地儿呢 大地儿呢 真是 那个女人跑去哪儿了 怎么没在她身边照顾她 在高仲达第一次手术后 她就消失了 目前还没有她的下落 她这样多长时间了 手术之后就一直在昏迷 半个多月了吧 医生说她醒不过来了 除非是出现奇迹 我不相信 秦秦 那你怎么办 就打算回国了 就让她在这儿躺着吧 对她我付出了十八年的时间 我得到的却是欺骗 我不想再浪费我的生命了 我要回去拿回我应得的 就让她对了 我也想要去怪典 然后再照顾一下 没什么 天啊 能不能安心 就让她在这儿躺着 没什么 这都不有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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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呢 啊 一个人用这么多面膜 啊 明天啊 可是严厉的生日 我肯定要打扮得美美的呀 我要让她知道 我不仅智商感人 而且艳压群芳 你看看 我现在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少女姬 少女啊 你能不能别乱用词啊 智商感人是形容别人看到你的智商想哭啊 行了 能不能别那么老养文桥子的纠结细节 再说了 玉泥坊这种面膜保湿效果这么好 你用这么多不浪费啊 我看着都心疼 明天可是我和严厉在一起给她过的第一个生日 那我肯定要保证我有一个完美的状态嘛 你看 这个啊 虽然是面膜 但它其实是爱情的保鲜膜 爱情方面你还老提前 锁锁 行行行 你一美你说什么都对 哦 对了 我正好想问你个事情啊 你说 不喜欢 是不是就一定等于不能 就比如说啊 严厉说她不喜欢去人多的地方 是不是就代表她一定不能去人多的地方 这你得问严厉呀 我怎么知道 问题是我不能去问她呀 哪都说破了还有什么惊喜啊 还不是你老吹吹自己什么学过心理学啊 就不能帮我分析分析吗 好 我给你分析分析啊 这人的喜好啊 是真不好说的 比如说有些人不喜欢吃虾米 但是他喜欢吃大虾 有些人不喜欢吃土豆 但他可以吃薯条啊 所以同样的事情 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心情 他心里边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着重记啊 那你明天准备干嘛呀 惊喜 我保证 我一定让他有一个 他这辈子都忘不掉的生日 从明天早上开始 我余俩 等等 余俩 你好 我不 어떻了 下去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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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